树林的红麴文化节今年迈入第十二届 9月15号将在树林高中登场 而今年特别邀请到英式料理名店主厨Amy 现场示范红麴塔塔酱的做法 透过西方料理与树林在地红麴结合 创造多元又健康的风味饮食 热闹的迪士尼索舞团 为树林的红麴文化节揭开序幕 红麴是相当好的健康食材 可以做各式各样的红麴料理 产地树林举办热闹的红麴文化节 今年迈入第十二届 红麴就是美食 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学校 到社区 到办公处去推广 怎么样来雇健康 那现在的人 吃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样吃的健康 吃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红麴就是有预防三高的作用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品 红麴是天然的健康食材 红麴磨碎加水变成红色颜料 是天然的染料 除了冬至汤圆 明月红蛋之外 和西方的塔塔酱也可以完美的结合 我们红麴料理台 首先先将莓乃汁 放进去 而且那个食物鲜的很简单 你们自己可以做 然后这个也可以放进去 然后这个也可以放进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的酸豆给放入 酸豆换进去 柠檬要放吗 柠檬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量在上面 讲师对是两块柠檬 对 非常好的 我们有我们的那个 一直忘了那个中文就是小黄瓜 对不对 那个洋葱 洋葱好棒 那现在我们有那个最重要的 我们有那个红菊 对 红菊 那最近我也是放红菊在 好像我做蛋糕那些 我觉得很有用的 将我们所有的食材打成 泥状 泥醬料状 可以的 我打出来是有点质膚色的色泽 英式炸鱼搭配红菊塔塔酱 成了中西合璧的健康风味饮食 是今年红菊文化节的美食亮点 除此之外 活动现场也规划丰富的内容 可以到服务台索取 红韵当头机章摸彩卡 有机会把独家设计的 山家火车文创笔筒带回家 更多9月15号活动的讯息 可以到2018新北市树林红菊文化集的官网查询 记者沈志勇 新北市采访报导 布文化集出 明儿市长 取了 入晋血 amer toujours çons soort